来了一个小小的开门小菜 一个魔术师来到游行主角 肯定不是要自己带钱来的 所以助手光把这些钱都拿下去 那么观众朋友们 你们认为一个魔术师 如果不带钱的话 通常都是怎么样的吗 天真是借钱的 所以哪位观众听好了 有一张十块钱 刚刚的举起来 挤得最快的一个 我便更多还给你 这边有一位女士 女士请问 不要着急请问怎么称呼 宝女士 来 接下来您把钱递给我 好 女士 谢谢 我想问一下您 确实把这张十块钱 先给我了 对吗 各位观众 看一下我们宝女士的状态 她的状态非常的坚定 她坚定地说 把这张十块钱先给我了 所以各位观众 这个魔术就演完了 谢谢 开个玩笑 首先害怕那个样子 接下来不仅不会变懂你的钱了 还会把它说得变得更多 就变得更多好不好 我们首先从一张变成两张怎么样 好 现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千万不要模仿这个过程啊 你爸爸会抽你的 仔细看 我们从一张变成两张 从中间开始变 不要害怕 开个玩笑 我特别不会撕掉你的钱 而且呢 不仅不会把它撕掉 还会把它变得更多 变得怎么更多呢 我们想一想啊 我们把它变成一百怎么样 变成一百还给你 好不好 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好吧 当然我觉得光变成一百还不神奇 我这边还有一些更神奇的东西 真的 您是 这儿呢 各位观众 嘉宾老师 我这里有一根隐形的铅笔 有没有人能看到 还真有人能看到 好 她已经进入状态了 这样啊 我这边有一根隐形的铅笔 我给这边观众朋友们一点机会 好不好 来 接下来我挑一个看起来 最有想象力的女士吧 第二排第二个女士 可以吧 可以 女士 这样啊 我们先发誓一下 我们之前绝对没有串通过 对不对 好 女士 这样 我接下来把这支笔丢给你 你帮我把它接住 好不好 但是你要用想象力把它接住 好吗 来 出到三啊 一 二 三 走 吊在柱子上了 对 捡起来 对 捡起来 没错 没错 捡起来 把它拿在你的右手 对于女士 接下来呢 我希望你在不说出来的情况下 把你的全名写在一张钳上 空白的位置 好不好 好 那么首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把它拉长 好 拉好了之后 你就把你的名字写在这个空白的位置 好 写好了你就点点头 好 可以了 好 各位观众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这位女士写了什么 大屏幕老师给我们看一下 各位观众 能看到她在白色的空间写了名字吗 看不到 没关系 现在你们想象力还没有太丰富 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 这样 各位观众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那张钳上号码的后几位好不好 三个星一个一对吗 好 女士 你的三个星一个一的一张十块钱 各位观众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要把这张钱开始变了 女士你把笔扔给我 太棒了 各位观众 接下来我要把这张钱变成一百 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我自己都觉得神奇 各位观众 仔细看 有没有 多少 我自己都觉得神奇 一 二 五五 一 二 五 各位观众 五八 各位观众 七八 三八 上面就变成了 一百 六七 背面还有你的名字 各位神木神奇